张伟健应该是TVB最惨的演员了吧 要求涨工资却被老板当众羞辱 甚至连原本属于自己的男主也被换成别人 就算是普通的打工人听到这番话 恐怕也是要摔桌子走人的 人活一世不争馒头争口气 张伟健走是走了 但是上一部的利润还在 有了钱的TVB决定大搞特搞 而且野心勃勃 原本只有20多集的故事内容 TVB就让两位金牌编剧 把内容扩充到了40多集 还分为了天地争霸美活王 和云海翻腾孙悟空上下两部 剧本写好了 接下来就是确定演员了 TVB想找一个跟张伟健旗鼓相当的人来演孙悟空 而这个人呢 就是刚刚爆红的陈浩民 陈浩民当时28岁 他一出道就很幸运 被导演选中参演了 《黄日华版天龙八部》里的段玉 播出后也成为荧幕经典 而陈浩民也靠着偏偏公子段玉 轰击一时 所以当TVB找他去演孙悟空的时候 陈浩民心里十分犹豫 他刚拍完武侠剧 现在想趁热打铁 多塑造几个大侠形象 而且他也不想当别人的替身 更不想让大家拿自己和张伟健做比较 可惜他别无选择 TVB出手阔绰 剧组的浮化道 全都是当时最高的配置 故事未经发生在唐朝 为了重现唐朝盛世 剧组花费重金 打造了一模一样的唐朝街道 由此可见 TVB是真有钱的 就是舍不得花 为什么不管陈浩民再怎么努力 都比不过张卫健演的孙悟空呢 要知道 陈浩民接的第一个角色 就是天龙八部里的段玉 第二部就是西游记的续迹 这样的资源 谁看了不说一句羡慕 其实在剧组开机之前 陈浩民对孙悟空是没有概念的 面对这样一部 注意在前的电视剧 陈浩民可谓是有苦难言 但对于刚出道的新人来说 陈浩民也只能乖乖照办 然而进了剧组后才发现 续集的制作班底 居然和前作一模一样 高僧还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只要模仿张卫健就好了 没办法的陈浩民 只能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 来研究张卫健的表演方式 原意为这样的刻苦学习 会有成果 可结果学来学去 却始终徒有其表 上演后更是惨遭观众吐槽 不如张卫健版的有风格 满满都是模仿痕迹 但要让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新人演员 演技超过摸发滚打多年的老前辈 也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虽说陈浩民的孙悟空 不如张卫健出彩 不过也算得上是中规中矩 最后播出的效果 也没有让TVB失望 收视力虽不及前作 但依旧霸占着我们的童年 只可惜 通闭元侯演的太好 完全把陈浩民的气势压制了 郭正宏演的通闭元侯究竟有多好 这个角色不仅是他最满意的 甚至任编剧都在播出之后 专门跑过来感谢他 我都挺喜欢西游记的 因为我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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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走过来跟我说 他说很多谢我 多谢我呢 他说 多谢你呢 所谓四大灵侯之一的通闭元侯 不仅有着跟孙悟空不相上下的本领 而且一出生就很善良 御妖除妖 御魔沙魔 深受百姓爱戴 后来被皇帝封为神侯大将军 更是被弥勒佛看中 说为弟子 然而群依悟空一行人的到来 让当地百姓不惜砸烂 先前一直供奉的神侯将军庙 改建为齐天大圣庙 心生不满的通闭元侯 便下凡又向悟空讨过公道 嫉妒使他原本半仙半佛之身 彻底堕入妖道 说好的三大独斗 孙悟空却不守信用 利用唐僧的紧箍咒将他打败 虽又更是被弥勒佛 放进阴阳葫芦之中 每天受尽千年寒冰 万年天火的双重折磨 这也让不服输的通闭元侯 更加怨恨悟空 发誓要替代悟空成佛 然而就算是练成了 惊天地气鬼神的神功 终究还是难逃妖的宋命 小时候看郭正宏饰演的通闭元侯 就把他当成了主角 甚至一度觉得他的气势 完全压过了孙悟空 而万妖女王对通闭元侯 一直默默守护的感情 更是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